大家好 我是老狗 咱们今天来补个坑 四海文书 四海文书是20世纪最有名的考古发现之一 1947年的时候 一个16岁的牧羊人 在四海附近的一个洞穴里 发现了一些古代卷轴 当时发现的时候 这些卷轴是存放在把关之中 主要材质是羊皮质 看上去年代非常久远 卷轴上写满了西伯来文 发现这个卷轴是少年 是阿拉伯人 还不识字 所以上面写什么他是不知道的 后来经过鉴定 这些卷轴都是2000多年前的东西 是目前一支世界上最古老的旧约圣经的抄本 在四海文书发现之前 旧约圣经最古老的版本 叫列宁格勒抄本 大概是1000多年前的东西 而四海文书的发现 又把圣经最古老的版本 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 所以绝对是个世纪大发现 那这也只是个抄本 对 更古老的版 但是四海文书的内容 也不仅仅是旧约圣经的抄本 它里面也包括了很多 圣经中没有记载的故事 是现在圣经没有记载的故事 对 就是这个故事 以前不知道有 结果这个东西发现了 还有这事呢 这种感觉 其实我每次讲圣经的故事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这事可能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 就是圣经这本书 从几千年开始 就对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发展 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直到现在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的 信仰的源泉都是圣经 所以可以说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的影响力 也能够和圣经相提定的 但是这个书的起源 确实是个谜团 不管是旧约圣经 还是新约圣经 不知道谁写 说的内容也是个谜 只知道这是神说的话 还有神的一些事情 都是摩西写的 对 说到摩西 目前已经知道了 圣经有很多的作者 这些作者是不同年代的人 前后跨度能有一千年 作者又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他们还有不同的宗教背景 所以为什么最终能写出 一个版本的圣经 不同的宗教背景 对 就是可能是 犹太教的不同分支 他们立场是不一样的 但写的内容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们会最终 都写上一个版本不太知道 那有两个人差不多是同时写的吗 有 也有 怎么知道这个作者很多 不是因为字迹不一样 字迹全都是一样 因为全都是抄本 抄了完就一个人抄下来 所以字迹是一样的 怎么知道作者不一样呢 是因为里面用词汇不太一样 管神的称呼稍微有点不一样 在某一段就全管神叫这个名字 在另一段就全管神叫另一个名字 可是在印度教里面 这是同样一个神不同时期 不是也叫不一样的名字 对 也是 还有呢就是有些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摩西五经 原来认为就是摩西写的 但是在这里边 却有摩西死后的一些情景 圣经的内容是不是史诗 谁写的 内容是否被篡改过 这些谜团要想解开的话 都需要找到更古老版本的圣经 找第一个版本的圣经 有可能就让我们能够了解 神是怎么出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塞文书的发现 对于圣经的研究 人类历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理议 当初发现这个卷轴的地方 叫做昆蓝 在发现塞文书之前 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个考古遗迹了 只有一个古城 但是后来发现塞文书 跟这个古城 居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塞文书比古城更古 就是城在这个塞文书上面建 但是在发现塞文书1947年 这个地方是归约旦管理 现在是以色列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由于这些卷轴 都是在塞海附近的洞穴里发现 所以叫塞海文书 也叫塞海古卷 这个塞海文书发现之后 大量的考古学家 宗教学家都到此进行调查 结果在接下来十年的时间里 总共发现了11个洞穴 里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古卷 碎片 也都是在瓦罐之中 而且碎片和写的发现 总共有900多篇文章 其中200篇呢 是跟旧约圣经有关的 剩下600多篇呢 是比旧约圣经更多出来的信念 比如说圣经的注释 外点 维经 维经 就是根据圣经的故事 创作了一些内容 就是二次创作 就是说我们这人还是这人 但是呢 就讲了个别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宗教不承认 所以管它叫伪经 那还跟旧约圣经都放在一起 这就是谜团嘛 一会儿我跟你讲 就是说它是不是伪经 不知道 那谁给它起名叫伪经 现代人呢 现在宗教学者一看说 这跟我们宗教里边讲的不一样 是现代人给它命名 对啊 就觉得这肯定是假的 是一些作家自己创作的 自己写出了一些故事 因为我圣经里没这个故事 那我想听伪经 对 我们今天也重点讲这个事 还有呢 和宝藏相关的一些内容 哇 那么最新的 在2017年时候 还发现了第12个洞穴 2021年3月份 还发现了新的洞穴 不在昆兰那个地方 在别的地方 内容也跟这差不多 有一些碎片 大量的吗 不太多 但是呢 发现是同一时期的东西 好阶来我们讲一些细节 就是当初放羊这少年 是怎么发现这个故事呢 就是放羊 放着放着 发现少了一只小羊 他就到处找 然后发现那里有个山洞 他就觉得那个小羊 可能是钻进去了 但他不敢进去啊 他就往里扔石头 结果一扔石头 嘎啷一声 听到一个瓦罐碎裂的声音 后来他就进去了 发现啊 这些瓦罐碎裂里边 还放了个卷轴 他敢拿出来 看什么都是字 看不懂 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挺值钱的 也不是很隐蔽的一个山洞呀 非常隐蔽 一般人不会到那个地方去 他就是为了找羊 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山洞 因为他的四海附近 四海那个地方 岩度非常高 所以给那个地腐蚀的不行 到处都是山洞 于是这个少年啊 就把四个卷轴带回去 带到离他家 最近的一个大城市 叫伯利亥 耶稣出生的那个 对对对 他在那找到 那个专门收古董的人 然后把这个卷轴卖给他 这个人啊 叫哈里勒 艾斯坎德沙西 我们就把他叫做坎德 这个坎德 发现这个东西啊 跟宗旧有关系 上面全是西部来文 他自己呢 又是一个东正教的教徒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啊 他就把这个东西啊 带给当地的一个 东正教的大主教看了一下 说我有个好东西 你来看吧 大主教一看就有了不得 就用24块钱给他买下来了 当时叫24巴德斯坦 相当于现在的1300美元 那也很贵了 相当贵了 后来这个事情 被耶路撒冷西伯来大学的 两个考古学教授 一个叫苏克尼克 一个叫马扎尔 两个人知道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啊 有可能就是最古老的旧约圣经 也有可能揭开圣经之谜啊 所以就特别想要 但是当时以色列和约旦的关系 非常的不好 苏克尼克和马扎尔两个教授 为了得到这些卷轴 就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到了玻利亥 从坎德手里买下了三个卷轴 什么意思 坎德一开始收了四个卷轴 卖给大主教了 后来你两个小孩又卖给他三个 而在这个时候 这两个考古学教授才知道 你之前已经卖了四个了 卖给萨姆尔大主教了 这两个 他在哪听说的呢 其实这坎德到处散播消息 说我有这个东西 谁想要到我这来买 想卖个高价 他知道以色列人更想要这个东西 而这两个这要说 听说还有四个 就马上找人联系 这个萨姆尔大主教 说想要他的四个 价钱不是问题 这个萨姆尔大主教 听说有人想要高价 收买这些卷轴 马上就把这些卷轴 送到美国去了 鉴定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自一开始 他也担心这个东西是假的 美国东方研究学会 通过鉴定 发现这个东西 不仅从材质上 从内容上 从字体语法上 都和1898年 在埃及出土的 叫纳石手稿 非常类似 这个纳石手稿 已经断年了 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一样的话 这个东西 也有可能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东西 就两千多年前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肯定比那个纳石手稿 还要值钱 因为纳石手稿 只是一个碎片 这全都是古卷 知道这个东西值钱之后 这个萨曼尔大主教 就把这个卷手拿回来藏起来 但是没过多久 在1948年的时候 爆发了中东战争 就是以色列和周围的国家 打起来 萨曼尔大主教 担心这个东西 被以色列人抢走 就开始联系 美国的大学博物馆 说你们想不想要 这个东西 开个价 我就卖给你们 但是美国的 这些博物馆 和大学都不敢收 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是假的 那就被骗钱了 如果是真的 也不敢收 就有可能引发一些 国际上的一些争端 没有办法 广告说我有四个四海卷轴 公元前两百年的东西 25万美元出售 公开卖 公开卖 当时的25万美元 大概相当于 现在200多万美元 广告一出 直接被一个命名的 买家买走了 后来知道 这个买家是谁的 就是一开始 去伯利恒的 那个以色列的教授的儿子 就是以色列 这不还是有钱 你只要敢出来 我就能买到 这样的话 以色列就成功 把最初的七个卷轴 全部回收 他们那门人教授 可能只是个兼职 对对对 本职都是大富豪 没错 现在这些卷轴呢 就藏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 圣经之刊里 就是专门存放四海文书 那么从最初的 墓洋人找到七个卷轴之后 很快就有研究人员 到当地去了 就开始找新的 但是两年找下去 一个新的都没发现 直到1949年 一月份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洞穴 里边有好多 后来又找不到了 过了三年 1952年的时候 突然发现 黑市上有些碎片在流行 就是说当地有居民找到 就打听了一下 当那些居民说的地方一找 发现了五个洞穴 在这五个洞穴里 发现了很多的碎片 最后来发现的 全都是碎片 除了第十一个洞穴里 发现了一个完整的 前面那个牧羊人发现 全都是完整的 卖的差不多 对对对 人家外民还好 我跟你讲 他们拿到的都四岁的卖 都不知道四岁 那个东西不好保存 一碰就碎 每个碎片都能卖不少钱 然后让你凑齐了 就能看懂了 这样卖好卖一些 你一下拿出一卷 这没几个人卖得起 那么在这五个洞穴里边 发现了一些神奇的东西 首先 这五个洞穴里边 有一个四号洞穴 里边发现了 目前为止最多的碎片 大部分碎片都从人出来 就说整个塞尔文书 四分之三的碎片 都从你一个洞穴出来 还有呢 就是在这五个洞穴里边 一个发现了一个 非常神奇的洞穴 就是一个铜卷轴 剩下都是纸的 就这一个铜呢 上面刻着字 跟宝藏有关 不是一个宝藏 六五四个宝藏 这个卷轴上了 第一段话就说 阿克尔谷的废墟下面 阶梯 一个朝东的入口 四十轴的距离 银的仓库和容器 十七卡兰铜的重量 可以银 写上没多少话 四十轴 当时的一轴 大概可能是四十六厘米 就是这个距离 四十轴呢 就是十八米半 就是说在一个废墟的下面 有个朝东的入口 进去的时候 往前走十八米半 你会发现一个银的仓库 里边呢 大概有十七卡兰铜的重量 卡兰铜是专门用来 衡量贵金属的一个单位 就像现在的盎司一样 但是卡兰铜比盎司要大很多 一卡兰铜大概是二十六公斤 二十六公斤 一卡兰铜就二十六公斤了 像这样的内容 上面总共有六十四处的几天 当然这个内容没完 一直都往下写着 这个卷轴解读完了之后 就对上面描述了一些宝藏 进行的计算 大概总价值 估计在一百万美元左右 当时的 折扣到现在的话 大概是一千万美元 那都没有这个卷轴 应该没有这个价值 但是由于卷轴上的内容 写得非常的概括不明确 所以到现在 一个宝藏还没找到 比如说他第一段这么说 阿克尔骨 这个骨确实存在 但是非常的大 也不知道哪个废墟 里边有没有废墟都没找着 说废墟下面有这么一个宝藏 还有一点 就是铜卷轴上使用的 这个西伯来语 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西伯来语 就什么意思 就相当于上面写满了汉字 你就是看不懂 是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单个出来都认识 都认识 连在一起说什么 看不太懂 还有他最后一句话说 KEN说了三个字母 这个字母肯定不是西伯来语的字母 说是有可能是古希腊语的字母 为什么里边会突然出现 个古希腊语的 KEN什么意思呢 感觉上有可能是个 什么东西的名字 或者人名 但是你话说到一半 突然出了个人名 不很奇怪吗 后来研究来研究去 发现里边有很多错字 于是觉得这个铜卷招 有可能是一个抄文 而抄的这个人 就是腾写的这个人 不认识西伯来文 所以他看上西伯来文 这个圈圈横横的 他照着往上刻 结果刻着就要扭扭歪歪的 就像老外写汉字一样 对 就是他不理解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刻 明显就要比写更难 你要照着画的话 还是容易点 往上刻就更困难 所以整体来说 上面的文字是比较粗糙的 这就让这个宝藏的信息 更加不明确 不过反过来说 如果找到这个 他腾写的原本的话 有个真的有宝藏的信息 为什么觉得这个宝藏 确实存在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 他这个卷招是铜的 就是说明了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他不希望这个信息丢失 没有人怀疑 这个宝藏是假的 是吗 你都已经相信了 你要去的是吧 没想到这个铜和纸 差不多的保质性 铜也会腐蚀 也会碎裂 也会丢失 跟纸一样 泥板就好了 泥板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它跟土 跟沙是一个材质 从这点说 苏密尔人真的是 更了解一些 如何更长久的保存信息 再一个就是因为 铜卷的时候 写了一些内容 透露了这个宝藏的来源 说是当时 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就被别人灭掉的时候 这犹太人呆出来 其中呢 大部分都是国家的税收 还有一些圣物 藏在这些地方 就感觉特别合理 别人打过来了 你不可能被别人拿走嘛 于是大家都 拿一些跑掉了 都藏在某些地方 死海文殊不是2000多年间 对啊 但那个以色列复国 不是更早吗 对 以色列复国大概3000多年间 所以它是个腾本 当时人们跑出来之后 就记起来这些顿 藏在哪儿了 最后汇总一下 让它刻在这个铜板上 结果这个家伙不认识字 哈哈哈哈 看得上个不清不楚 找不着啊 是不是故意找一个不认字的人刻 哦 也有可能是吧 它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儿 对 你看到问题关键了 那更证明这个宝藏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很值钱呀 但是肯定是真银真金 金银没有那么值钱 有一些别的东西吗 你要说这是四海文书上 记载的原先以色列国的金 那就值钱 好 那么就像这样的卷轴 后来陆陆续续又发现了不少 洞穴也发现了不少 最后到1956年为止 也就是说发现第一个卷轴 大概过了10年 总共发现了11个东西 2017年发现第12个 中间隔了那么多年 这个四海文书最大的价值啊 不仅仅在于 它是圣经最早的一个版本 而且呢 它在这个年代啊 正好是耶稣诞生的一个年代 所以它里面如果关于耶稣 有一定的记载的话 就能够证明 基督教是怎么诞生的 也能知道犹太教是怎么个发展 所以对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几个宗教 可能都有影响 所以说到全世界宗教人士的关注 也有很多人非常担心 上面记载了一些 对宗教不利的东西 就好像苏尔门人 你把这说 人是做苦力的之类的 这怎么能行呢 创造我们是为了 对一旦颠覆了这个宗教的根基的话 那就完了 很多人担心有这样的灵 究竟有没有呢 所以对于死爱文书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解读 但是人们等了很久很久 死爱文书相关的信息都一直没有保存 等了四十年都没有保存 于是人们就更加确信了 这个死爱文书里可能有什么对宗教不利的 这个东西收走了之后 一开始都由天主教保存的 说我们研究 然后告诉你们 但是就是不告诉 四十年没有告诉 天主教这边的说法就是 我们一直没有完成解读 所以没有告诉大家里边写了什么 为什么花了这么久都解读不出来呢 第一个就是公众两台 他这些卷轴都是碎片 有太多的缺失老话看不清的 什么感觉 就是这篇文章 我说过的都是这样的片 我想知道这篇文章说什么 你怎么解读 解读不了 第二呢就是 这个文献对于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宗教 可能有重大影响 所以呢 从一开始解读啊 就是秘密进行 只有世界上少数的 最权威的人士可以参与解读 解读工作的时间 地点都是非常限定的 谁能够参加 必须包括这个世界上相关的一些 最重要的一些宗教 还必须有无宗教人士 都在来共同参与解读 而进入这个解读工作之后 发现啊 天主教相关的人士 分道的碎片就多一些 其他宗教人分道的碎片就很少 就不公平 于是大家就打起来了 操作起来了 这也造成解读工作迟迟无法进行 给其他宗教分的都是没字的 都是没字的 你看我看什么 所以宗教立场之间的对立也造成 它解读不下去 再一个就是发现 眷州这个最主要的昆蓝地区 就是以色列和约旦不停打仗的地方 纷争的地方 很多解读工作 还有探索的工作 都因为战争而终止 现在呢 现在就是 直到1967年之后 解读工作才渐渐的得以进行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 量太大了 太碎片花了 人手又太少 就那几个最权威的老头 天天眼睛可能都花了 在那看啊 去理解里边的意思就很慢 公布出来 其实最好就是开源嘛 让大家都看到 解读就快了 事实上在1991年的时候 美国呢 第一次公开了一部分 它保有了随便 它刚一公开的时候 以色列是强烈反对的 你怎么能公开呢 内容还不知道呢 但是后来美国也没管它 就公开了 从这之后解读速度就快了 就很多专家都参与进来了 最后在2009年 四海文书的四十卷的内容 就全部公开 有没有其他卷不知道 但是现在说就全部了 就是四十卷 也就是说四海文书 从发现到全部内容公开 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 好 下一问题 四海文书的作者是谁 四海文书这些卷轴 有各个年代 大概是公元前三十几 到公元后一世纪的东西 作者究竟是谁呢 一直不确定 现在主流认为 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爱塞尼派的人先 他们当时就住在昆兰 那个地方附近的沙漠里 这个教派和普通的犹太教派 非常不一样 他们推行叫禁欲苦行儒义 就是不能有欲望 所以都生活在沙漠里 身居简出 过着安平乐道的生活 据说这个分支的人 由于信仰的信念特别的强 所以大部分都有超能力 不过这个支派 在历史上突然消失 后来在这个四海文书中 发现了一些线索 就是这个四海文书中有一些内容 明显反对当时的主流的犹太教派 你想它是个犹太教派的东西 但是内容却反犹太教派 反主流的教派 说明它确实不思尼派 这和爱塞尼派的推测一致 因为爱塞尼派的思想 就和当时主流的犹太教派的思想 不太一样 但是一个诡异的事情 就是这个教派消失的时间点 正好和耶稣出现的时间点 就是耶稣出现的时候 这个教派就没人提了 新约圣经中提到了犹太教的其他教派 就没有提到这个教派 于是人们在这个问题 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就是耶稣有可能就来自于这个教派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本身的言行 就特别符合这个教派 耶稣就身居简出 特别禁欲苦行主义 而且耶稣也有超能力 祂可以给别人致命啊 就是因为他有些奇迹 人们才相信 他是神啊 他是神的儿子吧 是吧 而且耶稣也反对当时的犹太教 才见了基督教 所以他这些表象 都特别符合埃塞尼派的一些表象 再一个就是新约圣经中 没有出现埃塞尼派 就说明埃塞尼派 有可能不是消失 而是他就变成了后来的基督教 就是以耶稣为代表 把这个埃塞尼派发扬光大了 他不是消失 而是变了另一个名字 当然这只是个猜测了 根据耶稣表现出来的形态 还有一些时间点进行推测 没有确实证据了 你说他那么像苦行僧一样的 在沙漠里面还能攒下那么大量的财 他们没有财富 他们只有藏宝图 就基础这些宝藏是个地方 到时候该复国了 就可以用这些宝藏 他们不爱财 才能把这些地图交在他们手上 对不对 你交在一个爱财人手上 他就自己给搜刮了 哪走都怎么办 后来在2021年 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用AIA对最初发现了一个最完整的死海古卷的内容进行了分析 发现这一卷的死海文书是由两个人写的 从表面上看以为从头到尾是一个人写的 字迹完全一样 但是AIA说这个古卷总共54篇 这样从中间的第27篇开始就换成另一个人了 字迹虽然相同 但是运笔的速度肌肉的使用和力量传导不同 所以判定只是两个人写 就说这两个 自己都一样 自己一样 但写的速度不一样 拐弯的地方用力的方式不一样 就说这个人拿笔的姿势不一样 那怎么保证自己一样 太厉害了 就说明当时应该是有专门的学校培训这些人 就抄写的人 大家都写的一样 其实第一卷27篇和第28篇之间确实发现了缝缝 就是这两篇是缝起来的 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缝起来 中间断了 给缝上了 后来知道 就是一开始就拆开了 两个人去抄 这样快些嘛 最后缝在一起 看上去像一个 这个不用AIA是看不出来的 一开始找了笔记鉴定专家鉴定过了 认为就是一个人写的 这个人是看不出来的 这么厉害 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故意写什么一样 所以就是故意让你看不出来 这就印证了它是筹本 不是一个人一开始这么写下来的 由此也可以推导 就其他件事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是吧 大家一起写 这样速度快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塞尔文章最重要的内容 目前已知塞尔文章中包括 旧约圣经的筹本 外点 维经 预言 社区准则 法律知识 天文 礼仪 魔法等内容 哇 从这个塞尔文章中可以看到 公元前犹太教徒的一些生活轨迹 生活状态 但是书中没有明确提到基督教 也没有提到耶稣这个人 这个大部分内容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些 就是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 对于宗教不太有利的东西 就是大家一开始最关心的 你要和宗教写的一模一样 我不关心 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东西 其实书里面大部分内容 和现在的宗教并没有冲突 但是有一些部分 确实可能引发一些议论 比如说塞尔文章中出现了 以诺书的断片 以诺书很长一段时间里 被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是伪经 这个以诺书最完整的一个版本 是在17世纪的时候 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教会中发现 后来被认为是 有人创作的这么一个内容 不是圣经原先的一部分 也被打算教派定义为禁书 这个书是瞎编的 大家不要相信 我们教派的人不能看这个书 不过现在有些教派已经开始接受这个以诺书了 说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这个以诺书里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被认定为委屈 以诺书里的以诺是诺亚的曾祖父 诺亚的曾祖父 爷爷的父亲 所以这个书呢 就是诺亚曾祖父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 人和神之间的一些事情 上面说啊 神派下200个天使到地球上来守望人类 这个守望使用的词叫watch 观察 监视人类 所以天使原名叫watcher 观察者 为什么神要观察监视人类 没有说 后来时间长了之后 记得观察人类的天使之后 就有一些对人类的女子产生了感情 于是呢 就和人类的女性结合 产生了纳菲林人 巨人 这些和人类结合的天使呢 后来就被称作叫堕落天使 带头的呢 就是Lucifer 然后堕落天使就和神打起来了嘛 就因为人 然而堕落天使呢 最终是没有打过神啊 神就发动了大洪水 目的呢 就是消灭纳菲林人 就是天使和人的后代 这个故事呢 就是以诺书中的内容啊 那么这个故事既然出现在了斯海文书中 就两种可能 就是要么以诺书呢 不是伪经 它原先就是旧约圣经的一部分 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呢 以诺书这个故事啊 被后来人认为可能不太好 有损神在人的心目中的形象 于是啊 就把这个内容删掉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以诺书啊 确实是伪经 但是呢 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伪经 这两种情况 不管哪一种 其实也没有很严重的问题 毕竟在更古老的版本 圣经出现之前 我因为不好确定 这个内容呢 究竟是不是真实 而且后来人就发现 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教会里 出现这么一本书 认定它是伪经 也没有什么错误 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以诺书的故事 如果真的是圣经的一部分 会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故事结构 和苏美神话太小了 也就是说天使 其实就是恩基那一侧 而神是恩利尔那一侧的 跟我们之前讲 那个大洪水发生的理由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恩基 其实是想救人的 而恩利尔那一侧 是要灭掉人的 实至神那一侧 是要灭掉人的 堕落天使 反倒救人一命 这个结构 如果是一样的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苏美那个泥板 可要比旧约圣经 糟糊很多 如果圣经和神话 太像的话 就说明圣经 有可能从苏美神话来 这就对宗教太不利了 可是也不光苏美神话 和圣经像 还有很多日本神话 也都很像 对 全世界的神话都很像 是吧 有可能他们是 共同记录了 一个真实的历史 就是有这么个事 只是大家的描述 稍有不同 立场不一样 而不是谁从谁来 这样解释的话 就可以比好的 避免一些争端 我也希望大家去这样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你非说谁是从谁来的话 那就有先有后就不好了 而最重要的就是 赛文书的出现 可以证明 圣经不是近代的产物 它是人类文明初期的一个产物 很可能和我们人类文明诞生 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的 自从赛文书出现 直到今天 赛文书的碎片 不断地出现在黑石上 价格非常浓贵 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厌品 而且不光黑石上有 2020年 华盛顿圣经博物馆中 收藏的十六片 四海文书碎片 均被建立为厌品 就是这个博物 他们还能收到厌品 对 这是这个博物馆的镇店之宝 它就圣经不会 全部都是 这是博物馆官方自己发布的 并验证过 据说这些厌品制作非常精良 骗过了定级的专家 那怎么又发现是厌品了 怎么知道这些碎片是假的 就是对其成分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 纸是真的古代的纸 但是墨是现代的 然后进行了各种老化处理 让它跟真的赛文书看上去一模一样 古代的纸哪有那么多 这古代的纸就是在沙漠里面 有很多当时人的一些鞋子 一些皮革 不 那个东西抽出来的时候 那个材料跟那个羊皮纸是一样的 不过有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纸上面有一个眼 就是当时鞋上钉的眼 这个在眷手上应该是没有的 就发现这个纸不对了 那么一开始检测了五块 发现全是假的 而16块来自同一个货源 就断定了16块都是假 一个真的都没有 而这些碎片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最初 不是说薄利恒 有一个受古董的商人 叫坎德 从他儿子手里脱了 就是他有针的 他还卖奸 对 他就不停地在收这个东西 他特别有名啊 所以一开始 你的专家就大意了 觉得从他手里来的肯定是真正的 那他是知道是假的吗 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他就收这个 也就是说有可能 现在被认定是真品的赛文 说很多都是假的 只是还不知道啊 所以上面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啊 是不是真实也是不能保证的 而目前呢 鉴别的工作呢 也在不断地进行之中 解读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还有就是啊 就算是真的啊 由于内容断片化非常的严重啊 所以目前大部分解读出来的那种 也都是推测 就比如说啊 中间有个不字没解释出来 这意思就完全不一样 有可能后来发现一些碎片啊 完全推翻前面的地方 现在也在不断发现新的碎片 那么这个卷轴上 还解读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 解读卷轴的时候发现啊 这个犹太教当时使用了太阳力啊 一年是364天 比现在少一天 为什么一年364天呢 这个卷轴上又说 说因为364啊 可以被期整除 这样的话 每年的节日呢 都会是同一个星期出现 不是说今年这个节日 是出现在周三 明年也一定在周三 这个对犹太教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犹太教特别基于 周的这个单位 哪天休息 哪天能干活 哪天不能干活 这有讲究的 一旦轮机之后 这个节日到了不能干活 或者不能清点的日子 那就很奇怪了嘛 所以他们使用364天 他们不是不是到一天365天 而是故意使用364天 方便 更方便更实用 所以这也是他们的智慧 他们什么都知道 但是我们就选一个 我们方便的来 大智慧啊 所以我们也采用周智 对 周三上票 没错 哈哈哈哈